前段时间 湖南省两名村民使用爆竹 榨了六条野生核域 其他村民取爆后 两人被采取了取爆后审刑事强制措施 网孔还没有手指宽的绝货网过度捕捞 已经严重影响了水生物种的延续 加上水域平停受到污染 生态功能退化严重 已经有一些物种激瘾灭绝 长江禁渔后 全国市场上每年会减少近10万吨核鱼 为了满足老百姓的食用鱼需求 在淡水养殖业上发力是肯定的 退捕的渔民拥有丰富的渔业职业技能资源 是现成的渔业劳动力 发展淡水养殖后 能够为渔民开辟新的岗位